你要方便查詢啊 可以讓人家下拉 一個點旁邊有一個箭頭 點他一下清單就列出來了 然後 其實這個怎麼樣做清單 我想蠻重要的 因為你 很多地方其實 最好是讓人家用選的 選了之後自動幫他帶出好幾個欄位 比如選了編號 或選了什麼樣的產品 自動把其他的欄位的資料包含單價包含他的一些其他的資料 自動帶出來 那這個地方的話怎麼樣做一個下拉清單 在做下拉清單之前你要先產生一個來源 那個來源通常我的習慣 會先把 比如編號這個地方先建一個名稱 OK 那個名稱的話呢首先怎麼樣建一個名稱 然後再來這邊做那個下拉清單給他來源 那第一個的話先把編號 這個範圍選取包含什麼包含他的那個 這個欄位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就到什麼 到公式裡面 有一個什麼公式 從選舉範圍建立 找到這邊 從選舉範圍建立 這邊也叫頂端列 頂端列意思是說 他的那個名稱在頂端列 所以他到時候會編號變成 一個名稱 底下的資料 就是將來 他所指的那個 這個名稱 指的就是下面這個範圍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當然 如果你要一次 建好幾個欄位也可以啦 你把這個整個範圍選起來 一樣選 公式裡面的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 他一樣可以幫你 建好幾個名稱 那因為我們現在只需要一個 所以我先建編號 按確定 這邊叫選的範圍不要選錯喔 然後這個位置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因為這個名稱非常重要 以後蠻多地方喔 我都會習慣用名稱 因為名稱比較有意義啦 不然的話你選那個範圍 看都看不懂 除非你切過去才知道是什麼東西 好頂端列按個確定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 編號有沒有建立成功呢 你可以從名稱管理員裡面 點選編號 他下面就告訴你說他對應的那個 範圍喔 有沒有這個名稱 對應的範圍 參照到有沒有 他會用虛線告訴你這個範圍 如果對那沒有問題 如果錯了怎麼辦呢 沒關係 這邊還可以再做修改 OK還可以再修改那個那個範圍 那做完之後呢 以後一樣按F3可以存取這個範圍 前面我們用過 這個還蠻重要的 那 這裡的話呢 第一步喔 先建一個名稱 建好名稱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怎麼建 第二步的話 才是下拉清單 那下拉清單的話 第二個請各位注意喔 在資料 剛剛的公司 第二步呢 資料裡面有一個叫資料驗證 資料驗證 特別是這個 其實蠻重要的 不過我發現 蠻多同學 好像對這個不是很熟悉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資料驗證裡面喔 記得喔 預設只是任意的 請你把它改成清單 也就是說我希望呢 這個 儲存格 以後變成一個 下拉清單 但是清單 他一定要一個什麼呢 來源 來源意思說 那你這個下拉清單 你要去哪邊抓資料啊 對不對 好那我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按F3 告訴他說喔 我的資料來源就是從編號 幫我把資料帶過來 那他會怎麼樣呢 當這個 下拉清單建立好之後的話 幫你從這一邊 抓清單的資料 到他的下拉清單裡面 這樣就完成了 概念應該了解啦 不過我建議喔 要常用 因為這個清單 建立的機會 我覺得還蠻多的 很多地方我都用下拉清單來解決問題 因為 如果你讓使用者 就輸入資料 錯誤的機率還蠻大的 下拉清單一定不會錯啦 OK 下拉 你發現001到008 自動就出現了 所以如果選001 他就自動002 有沒有 當然另外他也可以自己打 不要自己下拉 他也可以自己打 也要OK 所以他可以兩種形式 可以讓他達到那個 怎麼樣 輸入的自動 至少 總比 他不知道要挑哪一個來的好 OK所以這個地方的話請各位 務必熟悉 公式先建立名稱 名稱就從 從選範圍建立 這個先選起來 然後 從選頂端列 按確定 確認就是從名稱管理員去找 看有沒有名稱 看有沒有這個 有 那再來就是照 資料裡面呢 就是資料驗證 一定要是清單 這邊一定要選清單 來源的話就是 這個編號 那以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做出像這樣的下拉清單 OK 那第二個是說呢 我剛剛提過了 如果我今天不要用lookup 我要 我希望能夠下拉之後自動完成的話 那當然我可以把它改成用vlan 所以 我習慣性是會把這一個工作表 複製一個 複製一個最快的方法是拖拉有沒有 按 Ctrl鍵 Ctrl鍵按住的話呢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 再 複製一個新的工作表跟他一模一樣 所以這兩個一樣 不過我只要改成什麼 改成vlan數 所以這邊的話 這邊已經有一個乾脆這邊 那個後面 刮虎02流子好了 不然 這個名稱跟這個名稱 一樣 那我們 請各位把這邊改一下 Delete 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用vlan數 來查詢 那這邊一樣 把剛剛lookup公式改成vlan數 那一樣他會問你 四個 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你要查什麼 一樣嘛 有沒有lookup 所以 只要是查詢類的函數 他開頭都叫lookup 你要查什麼 查編號 對不對 第二個問題是 table array 那這個table的話呢 其實中文的意思就是資料表 資料表 其實資料庫裡面會有很多的資料表 不或者另外叫表格也可以 array的話呢 就是一個陣列 反正就是一個範圍 意思說 你那個資料的範圍在哪裡 那記得把 這個範圍選給他 通常我 一樣不會選到 欄位名稱 因為 那個 欄位的名稱不是我們要查的資料 我們要查的資料 實際上就是下面的資料 Color index number 意思說呢 那如果說我查詢到 這個範圍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呢 你要這個 裡面的哪一個欄位呀 那你想說 他怎麼沒有問我要查哪一欄 基本上 v-line數呢他只會查 這個範圍裡面的第1欄 他不會查第2欄 也不會查第3欄 所以之前有同學說 老師我要查編號可以 可是我要查姓名呢 姓名不行 因為姓名在第2欄 除非呢 你可以怎麼樣 如果你一定 執意一定要v-line數的話 如果你要查 姓名 記得你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把姓名搬到第1欄 就好了 v-line數呢 他 沒有辦法 因為 如果你只會用v-line數啦 但是呢 你一定要查姓名 那很簡單 你就把 姓名搬 跟兩個交換一下就好了 他還是一樣可以查 那這個地方的話 只是你要查的範圍在哪裡 在這個範圍 他一定會查第1欄 第3個問題是說呢 Colorindex 意思說 那可是我幫你查到002 一定是查第1欄 可是查完之後你要帶第幾欄的資料回來 OK 那我要查姓名嗎 所以基本上這個對照表裡面的第幾欄呢 應該第2欄嘛 所以這邊的話填上2 Range Lookup 這邊有習慣性 一般是有兩個選項 一個是0 0的話呢指的就是說 你的比對方式 是不是完全要一模一樣的方式 如果你就輸入0 他一定要找一模一樣 如果找不到他就會產生那個頸 有沒有 開頭的叫NA Not Available 但是另外有個另外查詢方法 你如果輸入1的話 他找不到會怎麼樣 他不會出現找不到 他會出現說 他直接找最接近的 比如說剛剛一樣 009對不對 如果查不到他會把008帶回來 那你用1OK 可是如果你用 0的話他就會顯示找不到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輸入0 先用0好了 我們先用0 OK按確定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找到 那剛好提到 如果我要向下填滿 我現在向下填滿應該好像都 應該會錯 因為這個沒鎖住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向下填滿 他可以一次幫我全部完成的話 但第一個啦 你可能這個 H3 可能要先鎖起來 因為等一下會向下填滿 你也不能動 因為我一定是只能查這個 這個範圍也不能動 所以這邊的話我一樣 把他 3跟10前面加 簽的符號 就按兩下F4 那再來這個地方的話呢 3 2 你向下填滿 可能要變3 變4 變5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他 自己自己可以往下 自己幫你變2 3 4 這個我想 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如果你不會的話變成你可能要把公司複製 貼 改3 改4 改5 一樣可以啦 不過好像這樣比較不夠有效率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快一點達成 我想請請各位先試著 第一個下拉清單 第二個V版數我先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